来看到台湾物流产业的消息 2013年台湾宅配市场有上兆产值 今天台湾宅配通挂牌上市 引发媒体议论 一开盘股价就从42块上涨到63块 涨幅超过50% 而这个上市动作 也将带动国内物流业的市占率大洗牌 请吉普 东元旗下小金鸡 台湾宅配通挂牌上市 一开盘股价就红通通涨到63块 涨幅高达50% 而且董事长还喊话 明年要再投资5到10亿元 在转运中心 台湾宅配通积极抢购物流市场 全台物流据点更超过1万5千个 通路相当多元 但以年产值上照的宅配市场来看 黑猫宅集变据点最多 市占率第一 而新竹货运一年百亿的营收位居第二 就连中华邮政的快递公司 也都积极抢劲做三望二 而最先上市的台湾宅配通 目前营收约30亿左右 占市场第四 不过未来扩充的动作很大 宅经济发烧 各家业者纷纷布局 透过第一家物流业挂牌上市后 宅配货运业的竞争 也将更加白热化 新唐有海变迅综合报导 曾经代表公司 超级不了 耀皮